二哥 我已经想好了 我愿意进宫 陪你一生 三妹 你没骗二哥吧 不 我真的决定了 我进宫帮你 三妹 你都不知道二哥有多高兴 真的 比我登记做皇上的时候还要高兴啊 天哪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三妹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小龙虾好 只要二哥喜欢就好 三妹 你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本来二哥也不差 是不是 对对对 一定就是这样 你心里面也一直觉得二哥有点可爱 是不是 是 好 那太棒了 我马上来安排处理这件事 太后那里我来说服她 就这么办 哪怕用尽一切手段 我也想请二哥帮个忙跟太后说 什么事 你说吧 放过我哥哥 成全太后文强 二哥 我只求你这一件事 只要你帮我这一件事 我就进宫毫无怨言 二哥 你会答应我的对吗 不对 你是来跟我做交易的事吗 你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只是用你的感情来跟我做交易是吗 我只希望二哥能成全我哥哥和文强啊 够了 你倒不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趁火打劫趁机敲诈的下三烂吗 司徒金 你错了 收回你进宫的承诺吧 朕不稀罕 两位倾家可以放心 此番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我们当日相信皇上了 此事令太后十分震怒 并且太后将在明日亲自督审 朕已经决定完全听从太后的意见 这样两位该完全放心了吧 由太后给我们做主 我们自是十分满意 这冲军是免不了的了 可只要能保住性命就不太坏 太后多审 剑南更没好果子吃了 我怕又是把哥哥推入火坑了 我们一定要确保 让那司徒剑南连命也保不住 这件事恐怕不那么容易做得到吧 我能感觉到 这两天我把太后心中的怒火 煽忘了不少 而太后一把前朝的案例都拿出来看了 这些案例都是由我来挑的 大多数都是关于前朝私奔的急刑 好 如果这次能给司徒剑南定个死罪 那就是给了司徒家一个沉重的打击 司徒清云他唯一的儿子死了 我看他也就夸掉了 好 我们明天在殿上就把火山的越大越好 皇上主审 太后都审 합úc 这么大的场面确实是第一次见到 胜总管 这怕排得上是本朝第一大案了吧 是 确实是当之无愧 文强 这第一大案 或许能收入史书 那咱们来的感情 也就不朽了 剑男 天地为这 我对你的感情绝对不会改变 如果他们这次 还逼我嫁到梁家 我必在婚前自尽 我得到那消息时 便是我去黄泉见你之人 心心相应 至死不渝 心心相应 生死不渝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陈临传的话应该没错 这对野鸳鸯 也真是执迷不悟啊 姑妈 既然这司徒剑男 有殉情之心 何不成全他呢 说的也是啊 梅儿啊 真要是成全了他 会不会感觉太过了 这求人得人 有何过啊 好 看情形吧 殉情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 文强 你刚才所说是否属实 是真的 我与司徒剑男的感情 天地可见 日月可表 死而无憾 就是因为他对我的爱 我在心中发誓 今生 非司徒剑男不嫁 所以我才一手策划了私奔这件事情 这私奔 是你策划的 是 不 太后 司徒剑男闭嘴 听文强说 是我一手策划的 司徒剑男虽是男儿 是我最爱的男人 但是他却顾虑很多 他怕给家人带来不幸 灾祸 我虽是女儿身 但我已铁了心抗婚 所以我求他带我走 并求司徒请帮忙 他们在我苦苦的哀求下 终于同意助我逃婚 皇上 太后 我是主谋 司徒剑男只不过是为情所累 所以求你们放过他 把一切执罚 都降临到我头上吧 他在撒谎 对 二姐他在撒谎 其他人 住嘴 皇上 你怎么看呢 一切请母后做主就是了 若这一切是真的 当重诚文强 他死也不为过 这司徒剑男可以免去罪了 谢太后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不 太后 这不是真的 司徒剑男 若文强说的是真的 哀家和皇上就可以免去了你的罪 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不 太后 皇上 文强是一个弱女子 她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么大胆复杂的计划 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 我司徒剑男身为男儿 血起方刚 绝对不允许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 我就是死也要阻止这场婚事 太后 皇上 我司徒剑男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不会连累文强 我愿以死来承担一切罪责 请太后和皇上成全 那就让他死好吧 你闭嘴 这两个都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来 这该如何是好 不妨 不妨问问大家吧 丞相啊 你女儿说私奔是他计划的 罪过在他 你怎么看呢 太后 我女儿是中司徒剑男的情毒太深了 这么大的计划 她怎么能设计得出来呢 这些事 都是司徒家干的 我们家文强 他是受害者呀 大将军 你儿子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怎么看呢 身为男儿 他是应该承担你一切 就请太后饶过文强这个女孩子吧 等等 皇上 太后 我封地的臣民 听说我梁家媳妇被管 君义愤填膺 都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 若不严惩司徒剑男 恐怕难以平民愤呢 是啊 皇上 太后 这地方官吏和这些朝中大臣 都在观望着此事的发展 皇上一向是以德教化民众 若不对这种伤风败俗之罪魁 施以重刑 恐怕这民风 难以纯化呀 都是假话 一派胡言 才几天的事 喜国侯封地的人 根本不可能知道 除非是有人刻意用信歌 反正难以启齿的话 通知了封地的子民 还有 我说是有 京城的人虽然议论纷纷 可也不像丞相说得这么严重 大多数人都同情这两个孩子 好了好了 你们俩也别争执了 还是请太后胜断吧 这可真是难倒我了 该怎么断呢 太后 司徒建南 诱拐梁家妇女 罪不可恕 他们是两厢情愿 就称不上诱拐 这诱拐是谈不上 但是私奔之名还是成立的 母后 这所谓的两厢情愿的私奔 应该是两人都有责任 不能只罚一人 你说得对 那儿臣恭请母后 给这二人定罪吧 那司徒家的人听谁 却没有我的份 这也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要是去了 矛头没准都冲你去了 那才好呢 都冲我来了 哥哥和文强 就可以少淡点罪过 他们俩是当事人 怎么也跑不掉的 太后罪信文美尔的花了 肯定不会放过哥哥 皇上应该不会要你哥哥的命吧 二哥当然不会 可这次是太后说了算 我上次进宫 太后不就恨极了我吗 这次哥哥和文强 怕是在劫难逃了 哀家认为 司徒建南和文强私奔罪名成立 文强啊 女儿家的明节是最重要的 你不顾明节 不从负命 不守婚约 与人私奔 还执迷不悟 你真是犯了太多的忌讳 哀家要处罚你 可有怨言呢 无怨亦无悔 望太后能让文强多承担一点 这个 你虽是女儿身 可心性够刚烈 口舌也够厉害 好 就让你像男子一样 受些皮肉之苦 仗刑四十 太后 这四十形状是不是太多了 你没听到刚才讲话吗 骨头够硬的 再说 你不是也认为 私奔最大恶极吗 太后 太后 文强身子虚弱 这四十形状恐难以承受 我愿意替他受着形状 自己的罪自己承担 你要承担的会更多 文强啊 姑妈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只要认错 当着大家的面说 你不再喜欢私徒贱男 我就可以免了你这四十形状 二妹 你快认错呀 快呀 快认错呀 女儿 快说 二姐 太后 文强甘愿受罚 这 这 文强 二妹 你这是傻套了 姐啊 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让我不爱私徒贱男 我宁可死 好硬的嘴 安宁 安宁 母后 文强是我的亲侄女 也是皇亲 她的行就由宫中的女官执行吧 你兼刑 是 刑罚一视同仁 千万不可手下留情 一定要重重地责打她 叫她终生难忘 是 等一等 这女人哭喊声听起来难听 让大家听着不舒服 来 把这个交给文强 叫她咬在嘴里 不许喊出声来 是 是 文强 你跟我来吧 嗯 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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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扬强的 這扬强 staying wing 一般 这个蚊杭 还真够坚强的 是 她平时最是温弱不过的 真是难得啊 多少下了 三十五下了 怎么停了 母后 不好了 何事惊慌 母后 二表姐她经不住受刑 断气了 二表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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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强 这 文强 你放开我 爹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太后皇上 你们杀了我吗 你们杀了我吗 我要和文强在一起 我要去陪文强 拜德丧行 死了也好 司徒建南 你不是要和文强做生死鸳鸯吗 是 我和文强 生不能在一起 死也要 死在一起 你们能不能做生死鸳鸯 也不是由你说了算 安宁 母后 把文强的尸体抬进来 是 来人呐 把尸体抬进来 二妹 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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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死是活 这私奔的案子总是要结的 就是尸体也是要判的 这到底是判给梁家 还是司徒家呢 此不见难 我知道你和文强有情 可你们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是这尸体 也轮不着你先挑 如果梁家还承认这门婚事 那倒也是名正言顺 那么文强的尸体就归梁家 以后葬入梁家的坟地 并且写上 梁君卓已过门的妻子 那你司徒建南 就连尸体 也捞不到了 太后 这两个私人 都不给他安宁吗 这就是私奔 和明媒正确的区别 启国侯 梁君卓 你们若是还认这门亲事 那就把文强的尸体 领回去吧 太后 我是想要一个大活人 这给我一句死尸 这算怎么回事 再说了 是他自己发箭找死 关我们梁家什么事 太后 这文强在于我们梁家 大婚时与他人私奔 这已经丢尽了 我们梁家的颜面了 这种残花败流 若埋在我们梁家的坟地 我们梁家的列祖列宗 不会超出我们父子的 你们若是领了这尸体去 那就让司徒建南和文强 连死鸳鸯也做不成 这乃惩罚的重中之重啊 你们不想借这个机会 出这口恶气吗 太后 这这 太后 这还是算的吧 我们梁家怎么能接受 这种不甘不敬的女人呢 再说 她还要占我妻子的名分 她是谁啊 她什么东西 她配吗 对 司徒建南 不是想占这个便宜 我可以把这个大便宜 让给她呀 启国侯啊 年轻人血气方刚 我看这主意 还是你来拿吧 君卓说的对 这种残花败流 就是活着我们也不要 人已经死了 启国侯 你就不必再侮辱文家的人了吧 皇上英明 我们文家 可以不跟你们梁家叛亲 我们的婚约 就此作罢 这 这是你们女儿不争气 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 文家的女儿不止一个 请齐国侯说话 简点一点 丞相 惠妃 我 不是故意冒犯啊 启国侯 这文强的尸体 你们当真不要了 我们梁家行事不为己慎 这种便宜事 就让司徒建南他们捡去吧 好 司徒建南呢 你看清楚了 这里躺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 已经不是什么活生生的人了 你们司徒家一门中烈 坟地也是浩然正气 你愿意把一个没名没份的女子 葬入你家坟地吗 不管生死 温强始终是我的妻子 我不会把她让给任何人 她是我的 我会在她的墓碑上 刻上司徒建南之妻 这六个字 我也一辈子 守在她身边 司徒大将军 你是否愿意 将这一个背负私奔之名的女子 葬入你们家的坟地呢 温强是个好女孩 我一直希望她能做我司徒家的媳妇 可天不从人愿 她活着不能做 她是为我儿子而死 这样的猎女子 丧在我们家的坟地上 我感觉光荣 我司徒家愿意接受 从现在开始 温强就是我司徒秦永的儿媳妇 我要好好地安葬 谢谢爹 好 你司徒家有资格 现在我的侄女 就是你们司徒家的了 谢太后此回 谢谢 刘奶奶 温强现在是你的媳妇了 我们司徒家婚事丧事一块办 这算什么 要办只能办一件 一件 那只能办丧事了 司徒夫人啊 这办丧事 未免太煞风景了 我看还是办喜事 让人开心点 可是 二表姐 现在你已经是司徒家的儿媳妇了 快起来拜见公公婆婆吧 二媳妇 二媳妇 拜见公公婆婆 他必死 二媳妇 是你 二媳妇只是在后面坐了一会儿 他们打的是羊皮 这 太后 这是怎么回事 七国侯 非是哀家不偏着你 哀家可是让你先挑了 可你说连活人都不要 说的也是啊 以你七国侯这么尊崇的地位 一个跟人私奔的女子 怎么可能嫁入贵妇呢 是这个道理吧 七国侯 太后说的也是啊 爹 你怎么 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家 若再娶她 那正所谓降格已求 那才丢尽了我们两家的颜面了 一小大方 七国侯 你够了 太后 我原来是不同意文强嫁到司徒府 可我现在不明白太后 您这样做是为什么 为的是不再上演孔雀东南飞的悲剧 哥哥 你为什么就非要害自己女儿的性命呢 这文强和司徒贱男的感情 连天地都感动了 我们为什么非要拆散他们不可呢 可是太后 这 一桩婚事两条性命 这不比天还重吗 哥哥 这天地间最感人的就是情感了 你若是连自己女儿的生死都不顾 那我这做妹妹的 也就不寒而栗了 太后 我是她的父亲 她是我的女儿 也是我的心头肉 我岂有害她之心 那我这做姑妈的是不是可以为她们主婚呢 一切听凭太后吩咐 司徒贱男 你这情种 还不快拜见岳父 快去啊 孝绪司徒贱男 叩见岳父大人 贱男 你对强儿的这份真情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把强儿交给你 我放心 谢岳父大人 那就请太后赶快选个好日子 把二表妹嫁过去吧 我早已选好了 三天以后就是吉日 最宜婚嫁 好 太好了 温强 哥 真是高兴死我了 没想到这次还是因祸得福 妹妹 还幸亏你策划了这次资奔 要不然哥哥俩会有这么幸福的事 娘 您还会不会说这是我闯的祸 你呀 要不是太后大慈大悲 你还真害哭了你哥 贱男兄 恭喜你啊 谢谢 白兄 我听贱娘说 你为了我的事情也是费尽了心血 贱男感激不尽 真想不到太后是这么同情达理的人 太后可不是普通人 想当年的就雷厉风行 不过太后能一改初衷 还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一定是安宁公主劝太后改变主意的 而安宁公主又是因为白大哥的缘故才拔刀相助的 白大哥你是大功臣 三妹 我可不敢鞠躬 应该谢谢皇上 其实整件事情都在他的驾驭之下 嗯 白公子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皇上的确看起来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当然是我啦 玩拳术嘛 谁不会啊 就她文媚儿经 这回怎么样啊 栽在我手上了吧 太后 那怎么说也是我亲娘啊 我是她亲生女儿啊 别人的话她不信 我的话她就信 哥 怎么样 我说我能帮二表姐她们 我就能帮她们 别看你是皇上 这回爷得服我了吧 服服服 当然服了 妹子 你可真有两下子 小瞧我 嗯 眼镯了吧 嘿嘿嘿嘿 哎 我说哥 你以前怎么就那么觉得我没用啊 嘿嘿嘿 朕就是眼镯呗 以后朕对你这个妹妹可得刮目相看啊 嗯 你现在有点眼光了 嘿嘿嘿 以后朕真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得请你这个妹妹大力帮忙啊 一句话 包在我身上 你说真的 你那个诈死的方法用的可真妙啊 哎 朕本以为你劝说母后应该没问题的 没想到 你还留了个别致的巧招呢 嗯 哥 你早就知道我会劝说母后 啊 没的事 没的事 朕也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嘛 妹妹啊 朕对你啊 真是佩服得五起头地啊 你又有情又有意又有智慧 好 高 实在是高啊 哥哥敬你一杯 来 来 干 恭喜 恭喜 好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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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白公子有劳了 不成敬意了 谢谢 谢谢 艰难跟文强能够结为连礼 多亏静儿和你们这些朋友帮忙 哪里哪里 将军太客气了 三妹呢 文家还是不肯让文强从主宅走 文强现在在另一个别院里 静儿正在陪着他 白公子请 好 请 你去看看 司徒家的人来了没有 是 小姐 你 放开 是你 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 碰你一下不行 你本来就是我的人 你不许过来 爬羞了是吧 我跟你说 当初要不是司徒家那对兄妹在其中捣乱 你我早就圆了房了 咱俩早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快 你给我回来 慢开我 这个混蛋 你别说我是 你别咬我 救命啊 我救命啊 我救命啊 你个残滑败流 你喊呐 你喊呐 我看你的叫声 能把你的屏股叫回来 我救命啊 麻烦了 我要你的走命 我救命啊 滚 哎呀 没想到 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我也一直没有明白 事情怎么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怪妃不是说动太后站在我们这边吗 妹儿传出话来 说这件事坏就坏在安宁公主身上 这安宁公主蛊惑太后 成全了文强和司徒建南 这公主怎么也搅和到这里面了 这件事不好说 怎么不好说 姐姐带话回来说 皇上好像给那个安宁公主使了激将法 这么说那是皇上操作吗 可以说这件事不好说 皇上一向庇护司徒清云他们家 那天审案的结果 你也都看到了 皇上对结果 可是一点都不惊讶 司徒清云一直主张薛藩 就大概正投皇上的心愿了 梁公 我女儿虽然没有嫁入你们梁家 但是我会竭尽全力 确保你现在藩王的位置 因为这跟文强嫁入司徒家 是完全两码事 丞相真是重义重情之人 梁公过奖了 我不服 我不服皇上包庇那个司徒家 我一千个不服 一万个不服 贤侄啊 你就少不说梁君 皇上决定了 还轮不上咱们做臣子的批评 你呀 小心祸从口出 爹 你少说两句行吗 你不就是为了怕惹祸吗 就因为你怕这个又怕那个 才会连我的妻子 您的儿媳妇都给人家抢走了 可以试想一下 一个侯爷 当的有像你这么窝囊的吗 出口 你看你又喝醉了 我怎么竟有这么个贪卑的儿子 梁公 君主也是心情不好 遇见这事 换了谁都不会开心的呀 嫂子 别哭了 坏蛋不是打跑了吗 和新娘的没有关系 我毕竟是文家的人 可是爹爹 姐姐 弟弟 他们没有一个人来送我 看来 我是真的没有娘家了 少奶奶 咱们司徒家 一个婆家赶上你好几个娘家呢 你以后就也想不了的福 快别哭了吧 虽说是出嫁从父 可是谁不希望自己还有娘家这个根呢 是 走 晓晓鸟 贡族 你看 哥 我把文强姐交给你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朝 夫妻对拜 这对年轻人总算是苦尽甘来 可不是吗 靳儿这丫头总算将功赎罪 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靳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强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我哥嫂的事终有了好结果 我心里反倒感觉没有着落似的 我本来十分高兴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竟想夺出来偷偷哭一场 是啊 你哥哥嫂子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确实让人感慨万千 阿宁公主来了 你怎么不去陪她 其实她才是你们家的大功臣 不过她有那么多人陪着 我上不了钱 再说 我也不想上前 阿宁公主